在我24岁的时候,别人在拼命读书,别人在台校园恋爱的时候,我已经穿梭在各个高级的饭店,然后酒店。 当别人穿着路上十几块,二十几块的衣服的时候,我身上已经全部是几千块的衣服,拎着几万块的包。 我叫Hikaru,我现在在一家房地产里面做销售,我今年28岁,我现在是居住在上海,我的故乡,三个前刚刚从日本回来,在日本待了八年,一直生活在东京的。 2007年高中毕业,然后因为我母亲在日本,所以当初就是决定高中毕业以后,在日本先读个语言学校,然后就是考大学。 客人过来,然后我们就穿那种小礼服,或者是长的礼服,然后坐在客人旁边帮他们做酒,然后让他们开酒,然后陪他们聊天啊,唱歌啊。 我当时在的店的客人,基本上年龄才是在30岁到50岁左右。 当时进去的时候只有19岁到20岁左右嘛,店里面最年轻的。 说8点到12点半,然后是星期一做到星期五,慢慢上就会让我做到早上三四点。 我一个月大概最多的话能赚到40几万日币。 我一共相当于做了五年半左右。 刚开始进去很紧张,然后因为什么都不会嘛,真的就是完全一头雾水的进去。 然后看着女人之间的争吵啊,再看女人和男人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啊。 就自己在当中做错过很多事情,也被客人欺骗过很多。 然后就慢慢学呗,去学男人的心意。 就去和人家女孩吵了气,想他们想要什么,怎么去哄他们。 有些客人会把他的手,喝酒的时候会把他的手放在你的大腿上。 还有些客人会那个就是说摸你的胸啊,开玩笑的时候摸你的胸啊什么。 一开始的时候是相当排斥,然后会把客人的手给打掉啊或者怎么样。 但是做到后来以后,看别人怎么做,然后会很委婉。 比如说他的那个手放在我的大腿上,然后我可以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上, 然后摸着他的手一边说一边推,很轻轻这样。 所以都会很晚来电,等你下班,然后约你去宾馆,约你去吃饭。 但是他们约你肯定是目击心,是肯定是最终的目的,是宾馆。 就是为了和你发生关系。 因为其他小姐都会有客人送他们名牌包包,然后首饰什么。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,看着别人有自己没有,然后整个大环境都是这样子的, 你也会想方设法地去想要得到一些东西。 去欺骗也好,去红也好,去出卖也好。 碰到好的客人或者是碰到自己喜欢的,你还是会和他恋爱。 我当中谈了一个六年的男朋友,也是因为这份工作而认识的。 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他是38岁,然后我20岁。 我为他度过两次胎。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 我就觉得他是爱我的,但是他不想和我结婚。 我为什么会,我也是因为我想彻彻底底地去断了这个关系。 但是这份工作刚开始给我的改变,就是我从一个很青春的女孩子, 变成了一个很物质,很现实的女人。 我不后悔,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年的青春,我学到很多东西。 我觉得这是属于一种不一样的青春。 至少我还能回得来。 。 ,